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夾了一個那個肉 肥肉就會比較Q嘛 結果我有點咬不太斷 那我就想說直接吞下去好了 結果一吞 我吞不下去我卡在後腦 然後我後來從椅子上跌到地上 因為我呼不到氣 結果後來好不容易我終於吐出來 我自己想辦法吐出來 吐出來以後我就很生氣的問他說 我剛剛這個樣子的狀況 你也沒來幫我 或是打個電話叫救護車也好 你都沒有你還一直在吃 你發現你什麼意思 他居然說 我不知道你不舒服 我以為你是吃飽了 想要在地上休息 Oh yeah that's good 地上休息 我覺得你老公真的是 我覺得他偏白目啦 真的要去整理 他可能前額夜有點缺財 偏白目啦 白目啦 媳婦不要 先生呢他很愛問問題 他問的問題會讓我整個 大家會覺得我在虐待他 比如說他連上廁所都會問我說 我可以去尿尿嗎 然後他在大家的面前這樣問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會問我說 你是平常都虐待他 都不讓他上廁所嗎 不然他為什麼上廁所 先要這樣問你 可是根本沒有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問我 我就有跟他講說 你就要去上廁所你就去啊 你幹嘛要先問過我呢 那個場合是什麼 就是朋友聚會啊 然後 他是要故意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之前跟朋友聚餐也是 其實大家點了很多菜來那 要吃就夾嘛 但他就會 每一道菜要夾之前都問我說 我可以夾這個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而且感覺很害怕 對 感覺他還給我演一個 很害怕的樣子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 他跟我說他覺得 就是他說 這樣不是比較有禮貌嗎 我說沒有 你誤會禮貌的意思嗎 跟那個小時候成長家庭有關 家父母親太嚴格 家教很嚴格 然後他很害怕事事都要問 這個叫治療 怎麼治療 對 怎麼治療 我可以去上個廁所嗎 你就直接 反過來 不可以 對 對 還要接下 你要問 既然你要問嘛 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能不去呢 那你幹嘛問我 對 對耶 像那個 其實像我之前懷孕 我那個走樓梯或過馬路 什麼的 有看到我有點辛苦 那個路人都會直接來幫忙 說我幫你一下 什麼的 但是我跟他出去他都不會 對 都是他那個朋友都會說 要教要講 對 那個他樓梯還肚子這樣子 你走樓梯怎麼不扶他一下 他就會說 就是我還要自己說 你要那個扶我 他才會來扶 然後我就覺得這種事情 不需要講吧 這種事情通常外人 不認識的人看到都會扶了 你怎麼才會 更何況自己的老公 對 而且重點是他扶我 我也是都會扶得一肚子氣的 因為 像是通常大家扶 扶你看都會 就是這樣子扶 但是他每次扶我 他是這樣子 抓著我的衣服 我說 我說你這樣抓我的衣服 傻意思 然後他就說 抓衣服也可以 你要跌倒的時候 我衣服這樣往後一拉 你就不會跌倒 你就被你懷孕了 剛剛好 對啊 我就覺得很白癡 老婆懷孕 下樓梯的時候 下樓梯的時候 你要走在她的前面 對啊 你才能接住她們 然後他可以再貼 他這樣手放在這邊對不對 上樓梯的時候 你要走在她的後面 對 往下後面 幫她一點 幫她一點 幫她 這個我也是好生氣喔 因為有一天我跟她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夾了一個肉 肥肉就會比較Q嘛 結果有點咬不太斷 那我就想說直接吞下去好了 結果一吞 我吞不下去 我卡在喉嚨 怎麼辦 我是真的卡在喉嚨 想要努力的吞或是咳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 我知道 妳這時候會不會去查 上網趕快查 一個人噎到怎麼辦 我可以 有意思是查一個人噎到 有 真的有 對 可是他那時候住在我對面 然後就是重點是我是真的 就是我後來是臉著個帳 然後我後來從椅子上跌到地上 因為我呼不到氣 然後我發不出聲音 吸不到氣 對 我吸不到氣 然後我發不出聲音 然後我看到他還是繼續在吃飯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人生走馬燈 想說我這一刻就要死掉 因為我是真的跌下去了 結果後來好不容易 我終於吐出來 我自己想辦法吐出來 吐出來以後我就很生氣的問他說 我剛剛這個樣子的狀況 你也沒來幫我 或是打個電話叫救護車也好 你都沒有 你還一直在吃你飯 你什麼意思 你還飛龍在天飯 他說 一碗吃飯 我怎麼在這裡 還講那麼多次 他居然說 我不知道你不舒服 我以為你是吃飽了 想要在地上休息 地上休息 這個有點天 白目氣死我了 這有點天啊 太誇張了 比你老婆還要天吧 我覺得 Rolita 那我們這些藝人朋友還真的比較 比你老公還要疼你耶 真的 我們當初大肚子的時候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想辦法就是 拿椅子來給他做 拿墊子 立刻墊子什麼的 我覺得你老公真的 我覺得他偏白目啦 真的要去整整 他可能前額夜有點缺失了 偏白目啦 白目啦